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妈妈 妈妈 哈喽 哈喽,很高兴认识 你好 哈喽 哈喽 这是一个男人的一步 一步 一步 维特根斯坦的一段出名名言 它说叫我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世界的边界 这个管其实就是在讲语言和世界的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把这个words worlds这样一个关系 纳入到我们的管里面作为我们的立管理念 我们给它的一个中文叫 语会世界研制全球 因为语言本身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管其实有很多的创意在里面 管入口的地方 我们放置了六种不同的语言书写的欢迎这个词 那么当这个光线比较好的时候 会有一个投影在地上 让观众引导到我们这个管理来 我们目前世界上其实是有七千多种语言 作为一个孩童时代 最初的发出的第一个声音 妈妈这个词其实代表了一种语言的共通性 通过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词汇 能够进入到语言的多元的世界 展成这样一个形式 能够向公众告诉大家 这个语言和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的关系 分别是说、计和义 那说就是我们所谓的沟通的世界 所以这部分有很多的和声音相关的 一些展成的多媒体的交互 它是一种固定的地上 它是一种固定的地上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多媒体的朗读亭 能够让大家在这里能够模仿 我们事先录制的不同的语言的语料 有九个语言旅行箱 我们其实是有十七个语气的一个介绍 观众可以拿起这个听筒 能够听到我们这些老师和学生念的这些 非常优美的一些不同语言的声音 我们其实有一个寓意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带着 对语言知识的这个好奇 能够走向世界各地 然后让观众能够认识到我们这个世界上 不同的语言的魅力 其实语言的家族里面还有一些特殊的成员 就是我们的人造语言 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世界语 一个犹太裔的医生 是因为他看到当时的欧洲的战乱 他认为是因为语言的不通 才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想到要创制一种世界大同的这样的一种语言 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艺术的语言 阿凡达里面的这个纳威语 还有这个魔戒当中的昆雅语 也是语言学家根据现有的语言去创制出来的 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叫记书写的世界 那么讲述的是语言的它和文字的关系 这个文字如何能够去记录和传承语言 那包括最早的像像型文字 然后些型文字 它的发展的渊源 包括我们汉字器的一些文字体系 都在这个展厅里面有很完整的呈现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第三个展区呢叫语 叫诠释世界 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如何能够去互动交流和传承呢 它就需要非常关键的媒介 就是翻译 那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展示 其实是周云瑞先生的一段谈词 他其实讲的就是我们这个阳金光英语 这是英语和我们这个汉语接触的这个特殊的这个产物 英语它叫英格里许 English Everybody它叫艾弗莱抱台 去用这个汉字来表达出来这个意思 让方便我们中国人去发这个英语的这个音 我们的这个现代汉语的这个发展 也是因为翻译 才慢慢的从古代汉语丰富了起来 包括我们的翻译还推动了一些科学知识 到中国的传播 包括我们的这个马列经典的这些著作 包括我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也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向大家介绍 翻译在我们这个社会文化发展当中的这个作用 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绘制的这个 我们世界语言活力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图 我们可以看到将近有一半的这个语言 都是处于这个兵威灭绝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保护语言 保护语言的多样性的问题 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在世界范围内 以这个世界语言 尤其是这种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馆 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先例可循的 我们上外呢 所以当时就是以这样一个契机 来筹建这样一个馆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博物馆的形式呢 把这个全球的语言知识能够建构起来 能作为一个科普这个语言知识的这样一个场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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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